不行, 我要出去 明月 剛才太師早吩咐過我... 混帳 大敵當前 我是不是好像鬚頭烏龜那麼離開 但是... 是不是連你當我是一個廢人 出去送死 明月不敢 帶我出去 余三伯, 你叫我甚麼 余三伯, 我是無忌 你是無忌 無忌不是死人 你真是無忌 你們明教血洗少林 究竟有甚麼圖謀 晚生所說的話 是不想張真人重蹈覆轍 以我們明教為敵 只知道兇相來暗算老道的 也是你 看來兇相大師 都是明過於實 看來也要死向張真人手下了吧 你還沒答我 究竟你有甚麼圖謀 張真人請放心 我們此行並無惡意 要不然你幾位弟子的性命 也不會留到今時今日 丹翔他們幾個 你想張他們怎麼樣 沒甚麼, 挺好的 只不過受了一點傷 應該是中毒 張真人 你說中毒就中毒了 不過殷六俠 就沒這麼幸運了 李婷, 李婷, 李婷他怎麼樣 他跟余三俠一樣 都被大力金剛子鎖碎 恐怕... 甚麼 李... 師父, 師父... 師父, 師父都沒事了 看來這個大和尚 又不至於一無是處 張真人, 晚生有幾句話 不知道他想不想聽 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黃土 若然張真人肯歸順朝廷的話 晚生敢保證 不僅宋大俠他們可以安然無恙 就連武當 也可獲皇上刺風 不知道張真人以下如何呢 老道素文明教 雖然多行不義, 互作非為 但是他們一向以蒙古人為敵 又甚麼時候變成朝廷的走狗 昔時務者為俊傑 少林寺的空文空子大師 早已歸順朝廷了 大勢所趨, 我想張真人 都起暗頭明白了 混帳 無故和空殘成城 以百姓為初舊 只來天下群空兵起 驅逐胡倫 這才是大勢所需 大雅, 你說得好 空文空子 兩位都是得道的神僧 又豈有向惡勢力不服之理 我看姑娘 你不要再胡言亂語 好, 既然如此 我亦無需要客氣 你們向張真人討教的佔法 活張領命 好, 既然如此 我看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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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聞清潔福和, 輕功絕頂, 勢所罕見 今天目睹果然名不虛傳 張真人太誇張了 區區三腳馬功夫 怎麼及得張真人的上乘武功 如果老道沒猜錯 這位一定是貴教 三散人之一的布袋和尚 不錯 失禮… 我說不得用這個爛布袋 收拾群醜, 真人見笑 趙姑娘, 你假扮我們教主 敗壞我們明教聲譽 到底居心何在 原來這位姑娘 真是假扮明教的教主 現在不扮都扮好了, 怎麼辦 你這個姚女, 別跟我來這一套 精靈的帶著那些朱熊九熊走 就算你把教主在這裡 我也沒怕過 現在單憑一隻爛天褲 一個臭和尚和尚和本姑娘作對 我怕你們自身也難保 好, 那我唯一笑 就請教姑娘的高明 那好吧, 本府有三位家勞 阿打、阿二、阿三 他們都會一點點雕松小技的 現在就有阿三 領教韋福王的韓兵連掌 小人領命 從未請教 我們這些做家勞的 怎麼敢有姓名 說得對, 做得朝廷英勸 都是隱姓埋名的好 免得有欲祖宗 大力金剛子 余三合果然夠眼淚 沒錯, 剛才阿三的招 就是當年重創余三合的 大力金剛子 你們是少林寺的人 少林寺, 算甚麼 就算是兇聖的老篤爐 最後不是一樣被我們連頭都割了下來 實不相瞞 我們這幾位家勞 出身自於西域少林 我們這次來是專程向 將真人討教幾招的 西域少林 原來當年用大力金剛子 傷害我絕途的就是你們西域少林 為甚麼我們追查多年 都查不到他們的行蹤呢 很簡單 因為他們早已歸送了朝廷 受朝廷的俸錄 所以江湖上早就沒有了他們的名號 原來你們害得我終生殘廢 還假設害死我五師弟張瑞珊娘夫婦 請問姑娘 你到底跟我們武當仰的深仇大恨 為甚麼一再私以毒仇呢 張真人想知道你為甚麼嗎 很簡單 只要張真人能勝過我這幾位家勞 在下才會賢明一切 楊左師, 你記性一筹 怪我周天一步 久仰張真人清明 今天得見盧山真面目 楊某三生有幸 少武兩位大駕光臨 必派真去榮幸之戰 我初頭還以為武當 是甚麼名門正派 原來早已跟魔教勾結 趙姑娘恥然差異 你們跟武當有甚麼恩怨 我們當然不敢多管閒事 可是今天你沒有認我們 明教在先 這件事我們怎麼能自主不理呢 今天我是專程來討教武當的絕學 只要是武當派的人 這個落場我都會樂於奉陪 至於我跟明教過節 我自會找你們張教主算清衣不詳 張真人, 你再不出手的話 就只好當著這麼多人面前 承認武當是稀世道明師父 那我們就走吧 妖女, 你暗示我師父在先 成人之勵在後 你算甚麼英雄好漢 真好笑 我甚麼時候說過 我有甚麼英雄好漢 都說了張真人 只要能打敗我三個家樓 在下才會懸賭復書 好, 姑娘你既然一在相逼 勞動就只好… 泰師傅, 他只不過是想領教我們武當的武功 有何需要勞動泰師傅的大架 不如就讓弟子跟他過幾次 他們是西域少留的高手 你不是他的對手 師傅, 你不可以讓他試試吧 泰師傅, 反正你身教太極權法 弟子一直都沒有機會 不如就讓弟子試試吧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即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頻道這個channel 就可以收睇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 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